武漢已經趕建了火神山、雷神山 和十幾家方艙醫院 但是仍然無法全部收治 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猛增的病人 許多已經確診的患者不斷的求助 呼籲讓他們或者是他們的親人能夠入院治療 2月12號 確診患者張先生表示 仍無法入院治療 55歲的馮明晴在2月5號 確診為新型冠狀肺炎 他只身在武漢打工 無人照料 躺在醫院的椅子上艱難求救 仰仰 無常仰仰醫院 他只沒得腸胃 找不到人 不得懂 嗯 嗯 嗯 我已經在地醫院了 我打了九天針了 我還沒油耗吧 全部是自肺的 嗯 我現在我拿一趟病 嗯 嗯 嗯 所以醫院在椅子上面的 嗯 可以向你們救救孩子 給我 給我救救孩子 醫療痛 嗯 直告打針無法緩解這些患者的症狀 周冰的父親就是因此去世 我父親是1月30號發熱 然後31號就要開始打針 然後就在2月7號就已經去世了 打針呢 只能天天打針 然後沒有其他的方法 也沒辦法住院了 到了最後到已經不行了 在旁邊搶救死裡頭 然後別人說趕緊送到住院部去 在住院部就是 嗯 最後救治嘛 結果沒救過來 人就走了 周冰的母親2月5號也在武昌醫院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 醫生說已符合重症可收入定點醫院 但是沒有一家醫院有床位 直到12號老人仍在家自我隔離 在武漢呼吸科醫療資源滿負荷的情況下 其他醫療設施也被當作呼吸科使用 62歲的蕭桂芳5號確診為新型冠狀肺炎 她在網絡求助後 上週末被送往鋼腸醫院 即便是被收入方艙醫院的所謂輕症患者 也有情況危急急需治療的 張華雪的父母在1月26號就已經出現症狀 上週末終於被送往武漢展覽館的方艙醫院 父親張魯毅當晚在方艙醫院休課 第二天被緊急轉往金銀潭醫院就職 目前 母親仍在方艙醫院隔離 1月底 湖北省副省長楊雲燕曾表示 武漢要開放近視訊 10萬張床位 2月12號推特流傳一份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 應急保障組的文件顯示 當局計畫分三階段 在2月20號完成總量10萬的床位 龐大的患者數量使武漢醫療體系不堪重負 多家醫院最近再次向外界求助防護物資 此外 美國醫學會網站發布的最新報告表示 在武漢早期確診的138名感染者中 有30%是醫護人員 顯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面臨巨大風險